对于一款服务家人和贵客的MPV车型来说 安全尤为重要 传奇M8中式版 它满车都是气囊 尤其是侧气连 一直延伸到后卫章去 所以它的被动安全 是有一定的保障 至于主动安全方面 这个L2级别的驾驶辅助系统 一键就启动 而且所有的功能都开启 什么ACC自信辅助 车道保持 车道居中 车道偏离预警 等等的一些功能都集成在一块 一键开启 便捷性是大大的提升的 动力的话 我们今天试驾的是一个混动的版本 2.0T的发动机 搭配的是丰田第四代THS的一个混动系统 它的工作的细腻性 MVH的表现 以及是震动的抑制 都比丰田要强 这是很难理解的 没办法 新出欲览就这么简单 但是对于一款MPV来说 我更看重的并不是它的动力有多强 而是还有多平顺 有多舒适 毕竟你脱家带口的 你的贵客坐在后排 你会大脚油门的去批弯 去激烈驾驶吗 不可能 阿门的舒适 才是你最大的追求 所以这一套系统 它的优势就是在此 我们今天大概试了一下 平均油耗是6升左右 是非常的省的 首先我们这台是顶配的车型 配备的是SDC的自适应悬架 这套悬架的好处就是 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路况 它都会自己去调节悬架的软硬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 你过一些坑洼路段 或者是零碎的路面的时候 它会过滤的非常的彻底 当你要高速转向 或者是顶级转向的时候 它又能提供很好的支撑性 所以整体的操控的难度 会大大的降低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这么大的一台车开起来会不会有压力 有那种大车感 现在我们开了一整天下来 M8重视板并没有给我这种感觉 所以开起来还是挺轻松 挺愉快的 所以整体来说 M8重视板动力够油胜 又够省油 尤其是MVH的表现 都是同级出类拔萃吧 可以这么说 然后底盘的机械素质也是相当的高 整体开起来安逸 舒适 还有更好的形容吗 没了 最后补充一点 我们这台是混动的版本 但M8重视板还提供一套2.0T加8AT的动力总成 比起这套以风田做底支的混动动力来说 那一套可能油耗稍微的会高一点点 百公里估计九升左右吧 但它提供的动力的爽快感 要比这套系统可能会更强 所以我个人会更推荐那套动力系统 这样子上京热百合户 soy易热一堂 115米 很有意思也会更加牛 Ell pun》 再次 działa 你们用 initiative 在一旦吗 那arc目里 聪用